消息人士透露 受到最近外交放波的影响 加拿大各大企业、商会等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目前 已经有不少跨国公司业务受到冲击 订单频频遭到推定 资金链有断裂风险 作为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 资源丰富 农业去木业和矿产都十分发达 这些资源给加拿大方面带来了庞大的资金收入 赚取了大量外汇 据了解此次订单危机波及的范围十分广泛 包括飞机制造业在内的跨国举头 总共准至少360亿美元 各大工资纷纷向政府表达了不满 认为是政府的外交失误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加拿大政府面对这些公司的抗议也十分苦恼 一方面是美国老大的施压不得不从 一方面只受到的反击是国家蒙受巨额财政损失 无奈的加拿大政府一直在寻求西方国家的支持 希望他们能够为自己出头 组成联盟一起施压 但是目前为止除了口头上的伤员和同情外 西方国家并没有进一步的措施 有的甚至直接回绝了家方的要求 加拿大一直视美国为自己的铁杆盟友 没想到这次却实打实地被盟友坑了一把 美邦至今并没有提出引渡要求 意味着加拿大方面只能自作自受 所有后果将由家方承担 加拿大自二战后便将自己绑在了美国这艘战车上 甘愿做美国的小弟 为此加拿大方面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权 由美军负责加方的部分国土防御任务 在美国发动的例子中东战役中 加拿大都一直冲在前线 与美国共进退 如今在贸易争端中 加拿大方面再次听从了大哥的命令 错误的选择站在了非正义的一面 如今不仅导致经济受损 跨国企业损失惨重 江湖不迭 自身经营多年的间谍网也被一网打尽 关键时刻所谓的盟友却一个个的默不作声 加拿大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其实加拿大方面被坑远不止一次 美国新政府上台以后 在贸易问题上狮子大开口 首先遭殃的就是加拿大这样的小弟 美国认为原先的贸易协定对美国不公平 要求加拿大方面做出实质性改变 缩小双方之间的贸易逆差 加拿大面对赤裸裸的威胁 也只有选择当一只带宰的羔羊 此次外交事件让西方国家标榜的司法独立沦为笑柄 同时也将加拿大附优国的底库扒了个干净 加方应该及时请勿 走回正确的轨道 如果继续被美国当枪使 以后吃亏的还是加拿大自己 分枉需要致障碍的是坏的 打掌身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